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新建的房屋位于一个小区 是在一个小区的湖边 那美国人在居住的时候呢 比较喜欢选择在湖边 靠近湖的地方确实是从视线上 从周边环境上都比较好 那美国人在建房子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对于地基的处理 跟我们国内是差不多的 大概地基的厚度在四寸左右 下面也是扎上了钢筋 用混凝土进行浇筑 因为这个房屋呢是木质结构 所以呢 他们的地基一般不会处理得太厚 或者是太过火 一般像这种独栋的这个别墅 这种设计大户型的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 会有五到六个卧室 然后有四到五个卫生间 基本上要在四千到五千尺的样子 目前呢这个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建筑的材料 这种板材 房子呢完全是木质结构 最多的使用的是二乘四的这种木条 还有呢就是那种爆花板的那种板材 来处理墙面和屋顶 建设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根据图纸 因为美国的这个建筑审批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它的建筑规范性的这些规定呢 在这个三十年代左右 就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规范 所以呢在施工方面呢 还是比较顺利的 就是也是比较方便的 墙上面呢 大家看到的一个阁一个阁这种 是木条阁出来的 那么木条跟木条之间呢 是18寸的规范性的距离 那么对面呢 一面呢用板材 把它包起来之后呢 剩下的这个凹坑的地方 后期会做防温的处理 会放一些盐棉啊 或者是一些防温的材料 保温的材料来对墙体进行处理 然后再贴上这个内饰的一些板材 进行内装 大家看到这个窗户和门呢 基本上都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 进行安装 他们都是预装在里面 预装进去之后呢 然后基本上是用这个螺丝啊 或者是钉子啊 对它进行这个固定 那么到后期在处理起来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缝隙啊 边边夹角呢 就比较好好处理 而且呢 后期装饰出来之后呢 也是比较美观的 大量的使用这种爆花板 我曾经参观过一个工厂 每天可以生产42万张这种板材 是松木的木片 高温压制的 美国人盖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少使用脚手架 那么实际上他们就是用这种木条 来跟房体结合在一起 形成的简易的这个脚手架 施工完毕之后就很容易就拆除了 这个是钉在墙体的这个防水的这种布 那么这种防水的布呢 主要是处理外墙 外墙的墙面 那在这个布的外面呢 还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呢 是用这种防水的 类似于瓦片的东西 还有一种呢 就是去粘贴磁砖 或者是这个用水泥的 这个泥浆去粘贴 具有装饰功能的砖刀 像这种房屋结构 在德克萨斯本地 大概它的造价在90美金一平尺 像在这个小区的湖边呢 这么一块地 大概在半个英亩左右 在6万块钱左右 那看地上的木头 大家就知道 基本上在大量的使用这两种木材 整个房屋建设的周期比较短 从打好了地基 到房屋建成 基本上在40天左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订阅和点赞 谢谢